請羅部長 跟外交部 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先就幾個時間點 來跟部長詢問一下 到底法務部是什麼時候知道我們有台籍人士在肯亞 那在肯亞接受了肯亞的刑事偵查的一個 4月8號 法務部到4月8號才知道 這是你確定的時間點 那請外交部是不是說明一下 外交部是什麼時候知道我們有台籍人士在肯亞 受到了肯亞的刑事的一個追查 103年11月34號 所以外交部比較早知道 我們的103年就知道 那外交部在當時有沒有通知法務部 我們外交部最主要的通報單位是刑事警察局跟陸委會 所以竟然刑事警察局知道了 法務部都不知道嗎 當時 法務部並不是我們通報 那我再問一下羅部長 羅部長 是 法務部有沒有單位在看一下說現在國內到底有多少人涉及到的國際管轄權進合的時候 法務部應該跳出來替這些台籍人士取主張這個管轄權 我們必須有外交部有通知 或其他單位有通知 我們才有這樣的資訊 所以因為沒有人跟你說 所以你們都不知道就對了 部長 部長我跟妳看一下 這個是在103年 也就是剛外交部所說的時候 台籍人士設非法操作通訊器材 肯亞 肯亞的警逮台人 那這個在三億新聞播出來 甚至中國還把它在鳳凰衛視都把它播出來了 當時候是播的一個很大 然後前面還寫那個法務部指路 法務部指路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法務部指路這我真的看不到什麼意思 這不是說明一下 不過這一件事情 報上媒體報導 國人在外國犯罪的情況非常多 就是外國政府在偵辦 那個時候也沒有牽涉到大陸的事情 那個時候沒有牽涉到大陸 我看新聞的內容這個是圖片啊 那個時候是寫說 有這些人在他們都是中國籍的 所以肯亞在辦中國人的一個犯罪 結果後來發現說 這不是中國籍喔 這是台灣人喔 是啊 所以那個時候是肯亞在辦台灣人的犯罪 並沒有牽扯到說大陸要不要去要人的事情 所以當時外交部沒有通知法務部也是有道理的 那肯亞在辦犯罪的時候 法務部沒有必要釐一下這一件的管轄權在哪裡嗎 所有的國際審查他們都國際上的通則 都是當地國在辦當地的案件 好因為屬地主義 這個我了解 所以部長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當這件案件 在4月8號 這一些台籍人士在台灣人被判無罪 已經被判無罪了 外交部已經跳出來跟肯亞當局說 這些人被判無罪 為什麼沒有立即釋放 為什麼還拘留 這個時候法務部的態度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也去跟大家入聯繫 也表示說一些說他不應該 跟大陸聯繫什麼 我現在在問肯亞的時候 對啊 在肯亞還沒有送到中國的時候 這個時候把他拘留在那邊代表什麼 在刑事訴訟的所有的禁制處分中 這段時間的拘留代表什麼 我們要了解才知道代表什麼 那現在你了解代表什麼 你現在了解他為了要驅逐出境 對 他驅逐出境 而且是驅返到出發帝國 對 我們後來了解他是驅逐到出發帝國 對 那所以在當時外交部就很急了嘛 他就趕快跟肯亞的法院說 這個要申請禁制令 你不能把台籍的人士把他丟到中國去 對 這是外交部的職責 外交部的職責 那法務部到底在這段時間都做了什麼 中國已經開始在搶人了 對外交部的部分 對外國的部分當然是外交部去做 我們當然是基於共打協議去跟大陸聯繫 基於共打協議跟中國聯繫 那部長為什麼這件案件 既然說他們涉嫌犯罪 在肯亞已經接受了一年多的一個審判 然後判決無罪 你現在根本無法假設這些人還有犯什麼罪 你就相信中國跟你的情報說 這些人就是犯詐欺 我沒有說要相信 而且大陸說的是詐欺罪 所以跟肯亞判的罪是不相干的 當然我知道不相干嘛 問題這件事 在肯亞已經有經過了一個審判的程序 而且判決無罪 是另外的一個狀況 然後中國就跳出來說 喔這些人判決無罪我不太受 我認為說他們還有詐欺罪 所以我就要把他送到中國去 他是不同的罪名 他是不同的罪名 他是不同的罪 對問題是誰去證明這件事情 難道我們不能先主張說 這些人我先把他送回台灣 如果你中國你們認為這些人犯罪的話 我們基於這個共打協議 我們做一個資訊的一個交流 再把這些人再送到中國 不可以這樣嗎 外交部已經主張這麼要求了 但是肯亞不接受 肯亞不接受 外交部已經有主張了啊 那法務部 那法務部不應該跟中國也是主張 基於共打協議 基於羅部長 你跟中國這段期間的一個 我們4月8號當天就去跟他要人了啊 你們是說 我們行務委裡面就說請他把人送回來 結果你們後來說因為中國有管轄權 不是我是說兩岸都有管轄權 兩岸都有管轄權 人既然帶去了 我們當然要去跟他協商啊 部長我要問你一件事 這些人現在到了中國 他們還是被拘留 那現在拘留又代表什麼 他們在偵查中啊 他們在偵查中 所以在偵查中就要拘留嗎 每個我們也有偵查中拘留的情況 我們偵查中拘留是多久 我們的規定現在是三個月 然後可以延長 那是積壓耶 這是積壓耶 部長這是積壓耶 對啦 拘留是多久 每個地方的制度不一樣 每個地方制度不一樣嘛 我們的拘留是多久 是不是24小時 對 他的拘留是37天為限 37天可以再延長 延長後37天 對 對啊我們是多久 我們兩個月 我們是24小時啦 你是說在 拘留 我們要跟你說積壓 積壓的要件是什麼 他現在是積壓還是積壓 我們也不確定 他反正人現在是放在海定的看守所 就拘留嘛 他們在海地看守所就是拘留 他們就是被拘留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國內規定積壓的要件是什麼 犯罪嫌疑重大 有沒有證據 逃亡 要符合這些要件 所以積壓是強制處分的最後手段 部長你接受的一個法律的一個素養 一個訓練都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沒錯吧 法律素養也告訴我們 每個國家有他自己的法治 對 你說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法治 中國這個拘留這個法治 就被大家所詬病 部長你有沒有 你知不知道 國際的一個引渡條款 不能侵害到基本的人權的一個保障 這個沒有錯吧 沒有錯 難道我基於說 為了打擊犯罪 我就可以輕易的把國人 丟到沒有人權的國家嗎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丟過去的 而且我們也向他要求保障人權 跟我們的合法拘留 我們拌放水啦 拌放水就要給鬼 我們怎麼會 怎麼去放水呢 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看這些人現在就這樣被拘留了 你在程序面這樣講的過去嗎 可以啊 政府不接受我們的要求 我們如何去怎麼跟他對抗 我現在是說中國 我們在管轄權的這個 中國我們就趕快去跟他協議啦 趕快要求他把人送回來啦 什麼時候要協議 當天就提出來了 什麼時候要協議 當天就提出來 而且我們人都準備好 隨時可以出發 就是入委會議通知我們 講好了我們就去了 對 那部長你剛剛講的 為什麼你一直認為 我們在這件案件 他們不是屬於共打案件 我說不是屬於共打案件 是說 這件案件之前 不是兩岸共同去辦的案件 那可不可以馬上把它列為 共打案件 然後跟中國好好的溝通 我們想啊 我們正在努力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要求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努力的嘛 是啊 我們在犯罪還沒有確定前 你是不能假設他有罪 任憑中國去把他拘留 我們就是 部長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你把中國所說的每一個句 每一段話 你都照單全收 然後他要怎麼凌虐我們台灣人 你也放他去啊 然後甚至配合他們的講法 說我們台灣是犯罪 是詐騙的一個王國 這樣可以這樣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哪裡有對他照單全收 沒有照單全收的話 當然沒有 不然我們怎麼提出那麼多要求 沒有照單全收的話 請把架子拿出來 謝謝 我們本來就很有價值 好啦 加油啦 加油啦 接著請許藝人委員發言 主席好 我先請陸委會副主委 是副主委 副主委好 下一張 我想這張照片啊 昨天在各大媒體都登了出來 我覺得 有一件事情 必須要深入的去理解 還有探討 這張照片 是由北京的新華社所發出來的 那各位媒體朋友都知道 新華社是代表中國官方的媒體 所以我想問一下陸委會 到底這次事件的政治意涵是什麼 是不是陸委會又對台灣在 520總統交接 對於這個兩國的這個 政治的一個狀態 在做一個放一個訊息了 我們 我們不揣測說是 這個是在放訊息 不過我們擔心他們是在放訊息 那我 我再請問一下喔 你會不會留下 那我會不會留下 冰元的 所以已經有很多